Hello 又是我安定啦 这一次我除了用广东话之外呢 还要用国语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呢 最近呢 这个Panisola呢 有一个新的优惠 几百元就可以吃到餐饭 几百元就可以吃一个晚餐 在这个香港的半岛小店 真的假的 我进去看一下好吗 原来呢 入到来呢 这里就是大床餐厅 半岛酒店 八道小店里面 有一个叫大塔Nobby的餐厅里面 那我们先看一下 旁边的款式是什么样的 看看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餐牌 餐牌看有什么吃 其实呢 它都有很多选择在里面的 那其实最底最底的地方呢 就是价钱啦 当然 价钱来说 价钱来说只是三百八十元而已 超划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 首先上了面包 奶奶面包 它所供到三块 三红红的面包 那我们试一下 其实那些面包是热的 那 嗯 裹下去都很软啦 那它提供了有一些 新鲜的牛油来的 试一试 嗯 这个是一个香草的面包 里面呢 香草的味道 就很浓 那 嗯 其实它应该有很多 在里面的 那 这一只包很软熟 那 嗯 那 嗯 那 先咬多两口 那呢 现在就做到头盆的时间了 那 头盆呢 那 我今次就利用了 我和朋友 慶祝三天的机会啦 利用了朋友亲生的机会来 我们呢 总共每一款都叫了 我先看一看这个前菜 前菜是这个三文鱼的 一个腌三文鱼的 不记得说是什么了 是一个沙律来的 这是一个腌三文鱼的一个沙拉 好 然后我朋友呢 叫另外一个就是 鸭胸 鸭胸 鸭胸呢 那鸭胸呢 这个也挺漂亮的 有一个蛋呢 其实就 擠了一个 好像 树蓉在上面 我不知道树蓉在上面 我不知道树蓉在上面 我一会儿就试试试试试试 那我现在试试 这一款 鲜菜 这三文鱼呢 其实 是很普通的 我不知道在这里做出来的 效果是怎样的 是正常的 是新鲜的 那你说特别什么呢 不是特别 但是 真的是一般酒店的水准 应该照这些水准来说 这个蛮不错的 那我再来吃一下另外一个 好了 那我皮家朋友就开始吃这个 鸭胸了 那看下去 它这个设计 其实设计得挺漂亮的 我觉得 应该口感都不错的 好 好了 那它现在就开始吃了 但是我没有拍到它 因为它很酸酸的 它不用上镜头 所以呢 我不要拍到它 然后它现在就吃了这个 鸭葱那个部分 然后还有鸡蛋那个部分 所以让我试一下 让我试一试它 那我现在又自己亲自试一试 究竟这个 这个 的味道会是怎么样 那你们看不到我的样子 怎么吃的了 嗯 嗯 它这个配搭很新鲜 那 那 鸭葱的味道 跟我们在外面吃到一般的 那些 是不一样的 那 它是有少少像 Palmaham做的鸭葱 就好像一些风干 西班牙火腿一样的感觉 然后配上这个鸡蛋来说 有一个蛮清新的效果在里面 好了 那就来到汤的部分 就是汤的部分 我们就是有一个小胡萝卜的汤 就是甘筍汤 那 那个名字其实有些些的 那 麻烦 你呢 我们现在试一试这个 很美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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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汤的衣度很高 吃着很热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说很多 不是很特别 它 是鲜甜的 但是不是很特别的一个汤 我们特别呢 Pardon 那这样也很好喝 我现在 Pew My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到主菜的小鹰粉了 煮菜的部分呢,我是要敲了一個牛排 Midium rare Midium rare,美國肉眼扒 你看下去呢,其實都不算很大塊啦 都比普通我們在外面,例如Covac 吃那些 是小塊一點的 它的分量比較小一點 但是,我看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嚼勁 看到Midium rare也算是這樣的 然後我試一試它配一個解末上的芥末茶 忍了一點點,但是呢,牛味也是夠的 好啦,今天來看一看我朋友吃這個呢 它是一個魚的risotto 一個魚的意大利飯 好,先偷它吃一下 好不好吃啊 不要怪我 這魚的意大利飯呢 它這個魚,好像有炸過的 有炸過的 然後,意大利飯就是比較黏的一點飯 謝謝 讓我試一試一下 哇,好像鹹魚啊 鹹魚 不像意大利飯呢 我個人來說,就不一般的 都不一般的 有點奇怪 魚的味道 魚的味道有一點奇怪 好像 我們家鄉的一些鹹魚 就是鹹魚那樣的一些味道 就是炸過的魚 那麼,配到一個中式 好像配到一個西式的白飯那裡呢 是有一點點奇怪 是有一點奇怪的 好啦,現在就去到最精彩的甜品部分了 甜品的部分呢 我是一個Apple Crumbles 一個蘋果胎 蘋果胎呢 配一個Vanera的雪糕 那,試一試,好不好吃 加上一些小水糕 一起做 味道OK的 脆度都夠 很脆 但是呢 有一點不好的地方就是 不是太熱 不夠熱 哈哈 剛才呢 說說一下 他就送了一個蛋糕來的 原來呢 在這個餐來包買蛋糕 免費的一個蛋糕 我們來看一下 還蠻不錯的 還有一個巧克力的排 可以讓我吃嗎 沒什麼特別 好啦 還有一個呢 我另外一個甜品就是這個呢 雪巴來的 我吃一下 我吃一下這個雪巴 我吃一下這個雪巴 這個芹果味道的 哇,好香 以成果美 酸酸甜甜的 蠻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 這個比這個好吃 一點 好,我們應該要吃蛋糕了 好啦 那現在我們吃完了 這一餐這麼豐富的晚餐 這個晚餐 很豐富 但是來說呢 是一般的好吃 不是很特別的好吃 但是很划算 丟底 有甜菜 有竹菜 還有甜品 還有蛋糕 送蠻油 包買餐 可能這三百零 在每一個香港的五星級的酒 裡面都在秋底 所以呢 如果你想下次來 這個半島酒店 甚至晚上的話呢 你可以在晚上預定 這個生日的優惠 它其實沒有特別出場 你是不是生日 其實如果你就是 你未必是說你三天 其實我都不會欠 你身分證的 所以你自己想辦法去訂 其實網上預約就可以了 那我也挺推薦的 你們來試一下 如果你們未請過的話 拜拜